他是一中国大爷通过画假画 成功骗了美国富豪八千万美元 这是史上最大的艺术品诈骗案 他以此方式蒙骗了很多收藏家和拍卖行 他在艺术圈中玩弄了顶级富豪 甚至导致一家历史悠久的画廊被迫关闭宝平安 那么他是如何欺骗拍卖行将伪造的作品认定为真迹的 他的骗局又是如何被揭露的 本期的《紫牙同序人物记》将为您详细讲述 满天过海的钱培琛故事 钱培琛于1939年出生在浙江州山 他的父母在解放前就前往了台湾 只留下了12岁的钱培琛自己在内地生活 为了谋生 钱培琛孤身一人前往上海投靠姑姑 在姑姑的呵护下 他找到了一个安全的住所 并获得了接受教育的机会 小时候他是一个非常内向的孩子 最喜欢坐在窗边观察外面的事物 尤其喜欢观察细节 他经常整天坐在那里 默默地画画 尽管他对绘画充满热爱 但由于寄人篱下 且姑姑家庭并不富裕 钱培琛不得不放弃报考美术学院 选择进入师范学院 后来他成为了一名大学教师 除了教书之外 钱培琛没有放弃对绘画的热情 当其他老师在课余时间 制作煤油炉或打包线时 他会随手打起纸笔画画 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的绘画技巧越来越精湛 而绘画逐渐成为他的主要事业 而非复义 然而在当时的国内 并没有太多人能够欣赏艺术作品 在20世纪60年代 中国正处于文化大革命的时期 一次 钱培琛在公园画画时遭到红卫兵的盘查 仅因为他的画中出现了尖头皮鞋 就受到了严厉批评 被指责是资本主义反动 尽管身处恶劣的环境 但这并没有打击住钱培琛 凭借他的努力和天赋 他的绘画技巧突飞猛进 很快成为国内画坛的杰出人物 1979年 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 钱培琛与几位画家朋友合作 模仿加拿大的七人画派 举办了名为12人的画展 这次画展取得了巨大成功 使他成为中国艺术界的先锋人物 在此背景下 钱培琛内心涌动着一种渴望 决定继续探索更广阔的绘画世界 随着中国的国门初开 留学热潮兴起 1981年 42岁的钱培琛 获得了前往纽约的 艺术学生联盟学习的机会 然而 他在抵达美国后才发现 尽管在国内有一定的知名度 但与那些在纽约经验丰富的画家相比 他就像是一个刚入门的小学生 此外 留学费用极高 而当时中国人均公司只有十几块钱 每月在美国的生活费用需要五六百美元 由于对当地情况不熟悉 钱培琛无法找到适合的工作 刚到美国的他过于相信熟人 结果被人骗走了所有的财产 为了维持生计 钱培琛只好四处打工 从事清洁工 服务员 建筑工等职业 作为一个在国内曾经取得成功 且年龄已不小的人 他很难忍受如此身份的巨大落差 当时 钱培琛经常去纽约的格林尼志村公园 并观察到当地居民 对绘画表现出了极高的兴趣 受此启发 他决定在街头涉滩为路人画笑笑话 这样的街头艺术并不轻松 年过半百的钱培琛 每天早起争夺好位置 一直工作到深夜三四点才能结束 尽管生活结局且辛苦不堪 钱培琛勉强维持着生计 经过一番节俭积蓄 他打算将妻子和女儿接到美国 然而 当时美国充斥着骗子 钱培琛也成了其中的受害者 再次失去了所有的积蓄 计划也落空了 希望破灭 计划化为泡影 钱财被骗走 他感到自己的世界充满了黑暗 正当他陷入困境 无助之时 一个男人的出现 改变了他的命运 在1990年 一个名叫卡罗斯的西班牙富豪 偶然看到了钱培琛的画作 并深深被吸引 卡罗斯平时以倒卖艺术品为生 当他看到钱培琛在公园里 为人画肖像时 新生一个主意 由于钱培琛并没有很强的法律意识 加上自身困境 他对卡罗斯伸出援手 心怀感激 卡罗斯建议让钱培琛 帮他模仿几位抽象艺术大师的画作 而钱培琛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个提议 卡罗斯随后惊叹不已地看到钱培琛的仿作 他以高达5000美元的价格收走了其中一幅 此后 卡罗斯经常找到钱培琛寂醒临摹 每次都要求完美无缺 最高的一幅画 甚至开出了8000美金 由于钱培琛的努力 画廊成功举办了自己的画展 但所有的画作都没有带有它的名字 因为它们全都是仿制品 画廊不允许署名 钱培琛为画廊工作感到高兴 卡罗斯却将它视为谋财的工具 卡罗斯采取特殊手段 使画作显得陈旧后 他的女友格拉菲拉将这些画作 卖给了诺德勒画廊 画廊会举办拍卖或出售给藏家 经过长期合作 钱培琛开始对卡罗斯高额临摹收费产生怀疑 但由于卡罗斯付给他的报酬太高 让他摒弃了所有疑虑 在卡罗斯的帮主下 钱培琛终于有足够的资金购买了自己的公寓 并将妻子和孩子接到了纽约 钱培琛因其非凡的画迹而受人赞叹 即使是那些画家的亲属和专业鉴定师 也无法察觉到他仿作中的任何破绽 他的高超绘画能力 让画廊在短时间内迅速积累财富 甚至有一些作品被博物馆和美术馆所收藏 然而没人能想到 纽约艺术品市场上颠覆局面的艺术品 实际上都出自皇后区一个简陋车库 由一位前中学数学老师制作 在整个过程中 钱培琛对这个事实一无所知 他以为自己的画作仅供画廊进行展览 并没有参与非法的点财活动 那么这场伪造事件是如何被揭露的呢 在2011年 一位名叫皮埃尔的金融家和他的妻子 正在离婚过程中分割财产 作为其中一项资产 皮埃尔拿着从洛德勒画廊购买的一幅画 前往专业机构进行估值鉴定 却无意中揭开了全美最大的诈骗案 鉴定人员发现 这幅画使用了1970年才问世的材料 然而画作的作者早在1956年 就因车祸去世 对此皮埃尔感到愤怒 并决定将洛德勒画廊告上法庭 由于案件金额巨大 FBI介入调查并逮捕了格拉菲拉 然而卡洛斯和钱培琛却下落不明 卡洛斯在事件曝光后逃往西班牙 并由于该国拒绝引渡而得以逍遥法外 格拉菲拉把所有罪责推给了卡洛斯 自己只被判监近9个月 2013年 钱培琛在接到FBI的电话后 才了解事情的真相 在面对美国广播公司的采访时 钱培琛坦言自己对艺术品收藏家 为购买这些画作支付高额资金一无所知 并对此感到非常震惊 原本默默无闻的他 成为了美国媒体报道的焦点 各方人士纷纷前来拜访 邀请他模仿各大艺术家的画作 而这一次 他将在美幅作品上留下自己的名字 你对这位经历史上最大艺术品诈骗案的 中国大爷钱培琛有何评价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关注我 为我点赞并转发 你们的每一份鼓励 都将是我做出更好视频的动力